大沙拉 沐浴油 在台湾 你也能拥有这样的服务 21世纪不动产 全球最大房仲品牌 让我们用两倍的在地耕耘 给你一段愉快交易 我把关 你满意 Century 21 3A健康新观点 吃鲍鱼选3A DHA EPA POA 乖孙科技AAA 阿嬷身体健康AAA 高野家AAA健康鲍鱼 教官健康来到地 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各位电视机观众 大家午安又来到我们凤凰密的时间 我是何怀甄 现在目前大盘呈现是一个还是一个区间 现在这大盘说实在一直都在什么在整理 但是实际上行情你一定要脱离这个 你一定不要去看大盘的整理的问题 因为大盘实在是 这整理没有什么意涵 它整理其实又是个股上的表现空间 所以说实在没有盘整的问题 你一定要记住从 不管什么情况 你都要重视选股 选股自胜 你唯有选股 你才有办法 看见未来 未来你要赚钱 你唯有在之前要选到好的股票 那这个地方就等着报章媒体 这个地方来讲 会有帮你做歌颂的动作 所以我跟你报告的股票 从这个地方来讲 大概1月7号正式开播 这个中华财经台 我才能跟大家做个盘中的解盘开始 实际上你持续上 你只要把笔记本拿出来 我跟你谈的东西 不小心马上就 就让你送你赚钱 而且什么 途中你看得到吃得到 赚得到 你可以自己 如果你说 你可以把我哪一档股票 我漏掉 包括我跟你谈的股票 没有一档 告诉你乖乖地避开 你把它乖乖地避开 你就会赚钱 帮我告诉你续报的股票 你就只能续报 保你平安 保你无险 保你赚钱 最少我的股票告诉你 最少我帮你趋吉避休 我告诉你不要碰的股票 说出来最难 同事朋友 实在你常常很多的知道 这股票在涨 第一个 你甚至拥有后 你都会把它卖掉 为什么 因为你套牢股票太多 你常会把好的股票 那一档股票 那经纪买掉 可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在 包括我们的会员都知道 我常常很喜欢帮你卖股票 就是说你要把十档股票集中起来 一档胜过你手上的十档 你才有办法赚大钱 而且包括你的股票一定要什么 你不是等他印证说 哇这个股票起来起来 说实在那个时候 你才去利用技术限移去做个切入的动作 你一定要本事 买在那个乏人问津处 就是什么相对在底部的时候 你在底部不敢中央 我请问你怎么赚大钱 包括那个你要单股中央 你才有办法赚个波段获利嘛 对不对 你的股市没有赚个波段获利 但你每天在短线进行出售 能赚多少钱 你自己好好输入看 短线能赚 我尽量帮你赚 有时候短线是为什么 是降低你的成本而已 实际上短线没有非常的重要 重要是一个股票 一个老师 怎么帮你规划一个波段 你能肯定我再把他打电话进来 有时候可是投资朋友刚好香嘛 尤其盘中的节目 所以我常常跟你分享一些观点 是一直要希望你改变 可是有些投资朋友 我很喜欢问一下 今天股票是哪一个类股最强了 现在那个都是害死你 我说我不是新闻台 你想想看 你看新闻的东西 你能赚得到多少钱 你只是什么 只是好学一点 要知道族群在涨什么 那个族云在涨什么 这为什么这档股票在跌下 他都把那个最强跟最 跌最深的股票 跟你做一个什么报告 可是你要这个东西吗 你要的是说 这档股票在拉回的时候 包括在集谍的过程里面 他到底这个地方是一个买点 还是你切记 这个地方你绝对不能 不能任意的什么 反弹去做追高的动作 你要先把它分析有这些东西嘛 对不对 你要的是这个东西 真正要告诉你说领先的讯息 不是看盘中告诉你 哪一档股票涨了 哪一种族群涨了 今天又有人在跟你讲什么了 就是这一档啦 我都不愿意跟你谈了 精华光学力 849要涨停板 是不是有人跟你讲 精华光学好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讲 我昨天在这个地方来讲 在汉维克已经来到四位数字 包括大力光又屹立不扬 当然这地方来讲 也在一千块 那汉维克也来到一千块了 这地方来讲 也相当的量力 那所以我为什么告诉你说 这带动了什么 就高教股这个地方来讲 我就想说就唯一你能选择的 还是只有精华光学 但是你就不相信 我很喜欢跑来跑去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 你这一次如果好好把精华光学 抱住的人 有没有胜过你手上那股票 那进进出进出 因为唐清说实在 一直都在整你的区间 包括到今天来讲 还在8500 就像今天来讲 最高 哎呦现在证更小了 指数空间30点左右而已 你多做短线 没有办法 我有个股 一定要选股自胜 你一定要选股 包括这档股票 说实在 你今天如果才知道它 说实在你能赚多少钱 除非你开盘你敢买 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 你都可以轻松的什么去做印证 我早就跟你讲800块以下精华光学 太便宜 甚至在过年前 我就跟你讲说 7月27号 我告诉你784块这个地方 你一买就对了 结果投资朋友 你真的很现实 说实在有时候觉得投资朋友很可爱 2月5号精华光学 呈现逆势上涨 因为大盘大跌 每次说是何老师 你真厉害 就这两天刚好 振华店比较厉害 结果精华光学 说实在的 就很多人就很害怕了 实际上你在看 我要跟你比较 我股票都一样好 但是股票最难的地方是 你要尊重它 你要怎么赚到钱 一定要我的股票难得 你不是我会也没关系 你不要追高三滴 有拉回你做一个买金的动作 你给它一点时间 毕竟什么 你要给它时间 你说老师 那时候我损买不损 毕竟你是电视机 电视机观众 有时候你这样要求我太高了 我常跟你讲说 你刚才去问神明比较快 我们看今天会不会涨哪一档 我们看它会不会准 我能这样跟你分享 你给它一点时间 它终究一定要涨的 780块 好你回过来精华光学 今天这篇讯息 基本上很多节目会跟你谈的 它今年业绩大 可是在跌的过程 有人会跟你讲 它业绩大好吗 我是在跌的过程 告诉你这档股票 基本上它今年也是一个成长股 你今年只要选择成长股 就没有错 何况现在说实在 台股已经有两档股票 上了千元以上了 对不对 未来哪一档 你现在不能够 因为上了四位数字以上 这个地方来讲已经 已经什么 这个地方来讲 一档是大力光 一档是汉维科 这不是常常 以前都是一档而已 已经有两档 对不对 代表今年一定股票里面 还有哪一档股票 可以成为千元以上的股票 还有哪一档最有机会 在目前来讲 电子股来讲 都是汉维科跟大力光的电子股 我也有机会的 难道不是精华吗 你觉得 传产股还有没有 有没有四位数字的股票 没有嘛 所以说很可能 传产股里面会不会有机会 你要给自己一点 一点什么 你要有点胆识一点 要敢去了解一个未来的股票 你不能等到四位数字以上 说要不要买过 那一档汉维科 我买过五百块了 那有什么用 最好你抱不住 那就没有用 所以跟你讲 说波段是很难的 股票常常你都买过 道中也是什么 你要赚不多 那为什么都会赚不多呢 包括大力光 在去年的时候跟你讲的时候 你也很怕 六百块 说老师 我不敢买 那你另外买TPK 答案是什么 大不同 对不对 很多股票上千元俱乐部 都是从三位数字 甚至有些股票 是从三位数字开始做上涨的 一定是嘛 一定有个起初嘛 所以你要去找寻 未来有没有机会 那这档股票精华光 现在就不用多讲了 我这个白纸写黑纸 已经画这么清楚了 你还叫我跟你谈什么股票 我正想说这个地方 今天说这档股票涨停吧 你觉得这样不错吧 如果你今天投资的就是一档 精华光学在近期内 大盘都在整理 没什么动 你七百八十四块 你做进场的动作 你会吃开 包括最低来到哪里 它最低就是来到七百 近期来讲 你现在回过来看精华光学 发现说精华光学真的是很漂亮 可是在跌的过程 你都不珍惜它 来我们来看一下精华光学 那一份资料间 好 你看进来 来我们看一下 它最低来到哪里 它最低不过来到七百七十一块 还记得这一点 在过年前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你绝对是买不是卖 它是一个反转向上 你现在回过来 这不是线型就出来吗 它一抵比一抵 然后W抵又上来的 所以同志朋友 你不要看那个信息说 都是什么 都是四后润 谁敢你先跟你讲 我说七百八十四块你买的 最多顶多跌到七百七十一块 所以你把我的 你电视机观众 你把他真的你有点耐心 把我的顶寄给你 有时你或许资金部位不够大 或许你现在已经伤害很大 你一定要记住 你的犯的错就是追高杀低 包括你不要太急的去了解 今天行情在涨什么 今天行情在跌什么 你看这个东西会乱了你的思绪 因为你不是 你不是要了解 因为那个代表让你很恐惧 在好的股票 你一定要如如不动 在低档赶着买进 你要规划出它基本面在哪里成长性 难道我讲的不是吗 就像今天行情说这进来的行情 都是这么一种区间 但是对我何怀真来没有什么盘子的问题 只有个股的问题 因为个股上你只要 在低档赶买的时候 今天说是在七百八十四块就好了 到今天涨停板 你跟我谢谢医生就可以了 今天最高来到八十四九块 对不对 多少钱 一张你投资八十万不到的 七十几万 你可以带回去六万块回去 放在口袋持续我还什么 持续这个地方之后 你还要再赚 因为你已经脱离你的成本去 你一定要抱住 我可以教你一些操作 你怎么赚大钱 这个东西 我再跟你谈一些观念 包括你如果觉得说 老师那些股票我也没跟上 那也不跟上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了解这种操作的 我这样跟你讲的这种操作的方式 是不是让你最好赚钱的 是不是 所以代表说实在股市的操作 现在目前来讲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可以事先的规划 包括你一定要基本上去选股 你就不用去畏惧 那个大盘的整理格局 整理的时候 因为它是成长性的股票 包括它是有未来性的股票 公司居住人们都还在 你会发掘到新闻报告 不小心就要跟你发布 它营收创新高的 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 它营收创新高的 你以为这个很难吗 这个东西只要你深入 它是一个公司的 你好好去了解公司的层层 它的一个产业 包括它的一个订单 包括它明年的一个 就是说它未来的成 它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报告 它是可以事先规划出来 你事先规划出来 你等到报章媒体给你发布 营收创新高 说实在 你就可以什么 你就可以轻松等到 报章媒体发布做 抬轿的动作 这地方来讲 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东西 这就是产业面的结构的改变 那当然今天精华光学来讲 我已经跟你讲 我精华光学实在最重要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这种股票说实在的 你也看到750万是近期的低点 它上一波来讲 我还是提醒你一次 上一波来讲 它从这287块 一波段涨到913块 如果不小心 以目前来讲 因为我就对的 因为755块果然也是没跌破 包括784块你买的话 771块你也是赚钱 包括人家看过来周线来讲 这已经确定什么 黄金交叉了嘛 对不对 你自己看 周线来讲 那这什么 这KD你不是很会看 第一档黄金交叉了 又是红K棒 这一档 这个周线 这是周线 那底部成席 回过来这档股票 上一次 它在上涨的过程 就是周线这个地方 包括今年成长性 又比以前更棒 那这一次 说实在不小心 它上次涨了625块 所以这种股票说实在 如果不小心 你自己加回去好了 它不会成为世卫数字吗 不小心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说实在 你要卖高一点 所以今天说实在 849块 我觉得它还太便宜 我还要再买了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说 老师你好好心 我当然好心地告诉你 你就买一档 这样一档股票 没有胜过你手上那十档 你买这么多 那个便宜的股票干嘛 会涨的股票 险金会险 一档就险了 就是你要一档甚十档 你再把这个电话打通 那接着郑华店来讲 郑华店跌下一下怎么办 会怎么办 不要忘记 他今天创新高184块 他已经涨了什么 他严格讲 最少没有五成 也有三成以上 来到这个地方是好事 他总算有震荡 我一定还要再买郑华店 我跟你讲 郑华店这档股票 184块 这短线来讲 我在演讲会跟你讲 这次演讲会的时候 是不是跟你讲 他短线180块 你不要做追购的动作 包括 我怎么可能这个地方 不知道你要停开 你说我来跟你讲 说你不要急 这档股票基本上 他也不是这样跟你结束掉 但是为什么 他是不是差不多 来比价TPK了 对不对 我在电话跟你讲得很清楚 说第一个阶段 让震荡店会超越什么 超越宏达店 也果然超越了 但是机会是不会再给你的 想当初的话 你买124块的震荡店 拿宏达店来换 宏达店都还145块 你换掉把它换掉它 你还有有家都有存 现在结果 这个124块的震荡店 是永远不可能再来 绝对不可能 那它下一个买点在哪里 如果你有触别 想要跟上我们的脚步 不要追高杀低 这档股票到底哪一个地方 回撤可以是一个好的买点 你今天先不要动 你有幸运要操作 毕竟这档股票从那边 这一波来涨得相当的快速 你有的谢谢我一声 没有的话 你想要跟上的话 我会告诉你怎么样做规划 包括今年震荡店 到底我的规划 下一个目标价在哪里 这地方电视上不能讲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尊重我一下 你可以把电话拨通 我会跟你详细的做一个报告 毕竟你看到宏达店 你不换答案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宏达店 你要换也没有了 包括我也跟你讲 第二阶段 它要比较TPK 果然也跟TPK差不多了 它未来会不小心超过TPK 我觉得以目前的业绩来讲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性 所以我希望它多跌一点 拉大你的成本区 所以你有兴趣要跟上的话 你要把电话拨通 包括精华光学 你只能续报 这两档股票 我都还要再加码 所以邀请你 你要把你手上十档股票 不会涨的 拿来跟我转换的动作 如果有触别 你可以把电话拨通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接近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RELAX IN YOUR ECOSYSER 免插电 不浪费水 除氯液菌 凯撒East Water 易径输引机 凯撒未遇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接近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美食爆走足 火锅上桌了 别忘了爱之味分解茶 降火气解油腻 火锅啦 老朋友 爱之味分解茶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您回来我们第一个单元 那相对大牌 现在目前是一个小跌 目前还在跌了六点 所以相对大牌 有涨的股票 既然有涨停满股票 一定有什么 有涨一定有跌的股票 所以你要什么避开 但有时候对 你又听说 老师你不是叫我买跌 对 股票不能追高杀利益 但是是好的股票 持续性 它持续还要再涨 你当然怎么拉回 要早买点 就是说这种股票在哪里 如果你想了解的 选股 你不会选股的 你就来找我 你如果觉得 你自己满会选股 那也恭喜你 对手当下 我再跟你分享一档股票 像这种金豪科 这档股票到底好不好呢 所以它今年它是一个 第一个时代的报价 现在目前都是不错的 是往上稳定的往上的 但是它目前就是不好 金豪科 为什么 所以金豪科目前来讲 你如果这档股票 基本上 你在追高上也不对 你这种股票说实在 代表这种股票 基本上你一定什么 它昨天报个大量区 这种股票 你不能说 因为什么 这个东西来讲 是量很大 但很多散户朋友 你就反而很喜欢去 去 去冲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说实在的 不对的 你看看它昨天报了 这么大的量 16,693张 所以代表什么 它一定要洗盘 你要接一定要等低接 这种东西一定有 一定有挡 这种股票基本上 报大量之后 今天说实在 我也再次提醒你 这种地方来讲 你不适宜追高的 最高今天成绩来到38.8 但是它就下来的 这种股票说实在 你一定要逢高把它什么 把它换掉 换什么股票 你如果没股票来找我 我可以告诉你 就像你宁愿什么 不然你也追到 对不对 这种不要随便去买进 如果你缺少股票 可以介绍一档给你 实在这种股票说实在 也没什么 就是这档股票 普莱德这三个字 这档演讲会的时候 我们送了一档普莱德给大家 我也公开跟你讲 还没什么特别大的 它就什么 安全监控 包括什么网路设备的 给大家一点时间 这种股票基本上 哎呀老师都没有量 股票说实在 现在流行小而美的股票 小 我在想说 现在有时候投资朋友 小传理论小的 有一本书叫什么 小是我故意的 我在想说这种书是蛮有意思的 你为什么要玩这么大呢 你有多少钱 实在这种股票说实在 反正是我们台湾 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 成长性的股票 那今天实际上 它也是什么 再来一个相对的 一个反弹的新高点 这种股票基本上有低 你反而可以持有一次印证 你把金豪科 因为价值差不多三十几块 卖光我只跟你讲 那什么精华光学 你说你买不起 你说错过都没有关系 你错过之前 郑华店也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郑华店来讲 这个地方是第二个阶段 来比较一下 180块这边 短线不要做最高 有机会 你资金不会够 你想要单股中央你来找 我会告诉你什么 要做规划 那当下来讲 如果你资金不会小 你不要随便 因为二三十块股票 很多人都可以参与赚钱 但是这种股票 反而低价股 很容易什么 因为散户也 就是说它很多人 不管你是大资金部位 小资金部位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反而这种股票 筹码相对乱 就如同我跟你讲说 金豪科 金豪科 你不要去做最高 你也不要问这么多 这个档股票 基本上我会员没有 不要有些人就说 老师你现在电视上 以前36、67块 有跟我们讲说 这种股票不错 也涨了 涨不动我也没办法 这地方来讲 你就把它建好就收 目前来讲 反而我觉得 你可以去注意一下 这档股票叫普莱德 6263 今天说的这种股票 说实在 45.4 很便宜的 这种股票说实在 反而这种股票 基本上稍做个拉回 你把它转换的动作 给它一点时间 我认为未来会差很大 那普莱德它好在哪里 在演讲我跟你讲过 如果你有缺这方面的资料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再跟我们做个 我会帮你做服务动作 送给你就送给你 我这人基本上是这样子 现在这个地方超 所以操作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它是可以很简单的 但是简单的过程里面 是化繁为简 我把一些很 我们背后的辛苦不是你可以了解 因为股票最难是找到一档 可以持续涨不停的股票 要找今天涨停满股票 那太多了 那不是很难 但是那个东西反而是假象 你要找一档股票 能持续涨不停 而且什么一旦突破之后 永不回头 在市场上 我如果说我第二名 那没有第一名的 我跟你谈哪一档股票 我绕回 我的股票就是这样 涨上去就不会跌下来 我们再拿一档股票来讲 把我叫你卖出的股票 你乖乖卖掉 我们讲最弱 我股票最弱势 大概就一档8039的台 实在是说弱势也没多弱势 因为他说你电视机关 应该都有买到8039的台 因为他很好买 但你发现涨一下又下来 涨一下又下来 但是毕竟难道他都没有涨过吗 都有吧 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是你想想看 你看金手 我说不要说管我们赚多长 我没有帮你趋吉避凶 贸跌在12月26号 你看得出贸跌56.7以上 是显观 你不能买 对他有在涨 那又怎么样 股票说你现在回贯你56.7 你要不要卖 对不对 我看到什么 当然就看到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什么 反倾销的问题 竟然大家为什么 今天大盘很多股票是在跌的 在跌的过程里面 谁跌对多 现在就是太阳人族群的一个贸底 持续跌 还有新日光持续节 为什么心中都没有什么热情 因为你每次买的股票就套 一买 奇怪人家买的都会上涨 你买的就套 因为你本身没有去 事情去了解一档股票的成长性在哪里 包括它的一个供需的问题 包括它的一个国际观 包括你如果当初你知道 美国这个地方要克反倾销税 那我请问你一下 你赶这个地方去买什么 太阳能电池的什么的下游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 我很好心地告诉你 你多少参考一个8039的台湖 我当然知道 今年的太阳能族群相当的亮丽 在淡季里面淡而不淡 但是毕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人家什么 才要克你税 但是太阳能板它是中间的 它是没有报价的问题 这就是当初 我为什么要把台湖送给你的原因 虽然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也舍不得你赔钱 讲实在话 虽然或许你有些振华店 没办法跟上 精华光学没办法跟上 但是最少你的钱 看我的节目也不会赔 你自己看看8039的台湖 还是持续上涨 这边来讲 那包括还有一档 3653的一个建设 这档股票已经在第一档 你不要再任意地坐杀 我有跟你谈过 那到底它为什么 这个地方当下来整理 如果你有兴趣想了解 务必把这个地方通通 跟你会比较有帮忙一些 那就到这一档股票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